字幕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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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輪會清明共產的蔡清德 蔡三長 你好 老師要叫你KB 字幕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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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歡迎你們 好真實 還有火車 剛剛理事長有說那個是 石龜火車站 不用買票不用檢票 可以先上車候補票 那這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的稻田彩繪 在今年 大概在七一月的時候 我們就種了這個彩繪稻田 是今年才開始的 我們來嘗鮮 是 這是一個什麼圖案 它是一個 現在最有名的LINE的貼圖 那個白藍貓 白藍貓 對 這個要怎麼種啊 就是照它的圖形 我們用3D的方式去種 因為為了讓它視覺上 因為至高點看下去的時候 它是一個完整的圖形 所以我們其實在平面上 它是拉長的 那是3D的效果 我們用3D繪徒的方式去做視覺的效果 好漂亮 火車過了 這是什麼火車 這是什麼號 所以它不會停 對 這一個它就不會停 從上面看才可以看它的全貌 對 走包 我們要上後櫃 這還挺高的 Go 兩個後櫃 兩個後櫃 好可愛 我這樣拍好像Key上去的 這個主要是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為了發展陡南的現在特殊的產業 是 陡南月光米 第二個是為了推動陡南的觀光發展 所以用這樣子去吸引人潮 月光米是不是日本的 日本品種在台灣種 所以我們在台灣就可以吃到日本品種的月光米 對 那邊陡南月光米 對 那這些有幾種稻子把它 在台灣目前大概會有五個顏色 紫色 黑色 黃色 白色 綠色 有黑色的 也黑色 但是因為黑色跟紫色很接近 很接近 所以我們大概會選擇其中一種 來做栽種 這是不能用機器插 這是用手插秧嗎 對 中央的圖形大概都是用人工插 然後現在外圍的部分 它可以用機器去跑 去掃 那中間那邊寫什麼 雲林上場 雲林上場是什麼意思 目前的雲林縣它有一個訴求 就是希望雲林的整個產業 不管是農業 商業 工業 能夠在全台灣有被看到 甚至在全世界被看到 所以它有一個標誌 叫做上查區塊 好漂亮 你看這個放眼光明 真的整片都是綠油油的稻田 這個區塊的推動 其實跟社區有很好的密切的結合 尤其在觀光推動過程中 其實像理事長他們幫忙我們非常多 有去共同希望說 讓雲林以外的人知道說 原來雲林這麼好的地方又產 比日本更好的月光明 對 因為其實我剛剛有去注意看 那個旁邊水溝 你沒有用農藥 叫好受雷 好受雷 這整個灌溉的方式 栽種的方式是真的有機 沒有用農藥 沒有錯 因為陡南鎮農會 一直在自立推動於自然農法 自然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有拿到農委會的有機審驗團體 這是非常高標準的 同時我們拿到日本的環境水田特略認證 這個在整個西部來講 我們是唯一取得的環境認證 這個就是必須要跟社區 跟我們的當地居民取得很好的共識 就是說我們在田間管理 我們在做農務業管理的時候 我們必須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然後把這麼好的東西給消費者 要不然有些農友可能覺得怕麻煩 就沾沾了 對 但現在大家的要求不是說 要好看 要吃的健康比較重要 健康 美味 安全 是 所以這塊其實農會非常自立在做這個推動 這塊剛擦乾完之後 也被瘦爐吃很多 然後再補上它 覺得吃就讓它吃 我們能抓就盡量抓 但就是絕對不用藥 讓它自然的長大 好可愛喔 希望大家有空真的可以來雲林這個地方走走 我們這也是斗南的 斗南 石龜 除了種稻之外 還可以多一個參觀的景點 好可愛 用農業觀光來發展產業 是 這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對 一個產業能見度 如果大家能夠知道 就知道我們斗南原來有這麼好的產業在這邊 是 所以現在我們講一下我們要去哪裡 待會兒又接近中午要打工快餐 要找下一個點 我不餓喔 你要繼續幫忙 我不餓 我不餓 我可以三天三夜不吃東西 你奈何不了我 我們那個農業缺工 對 缺工 我想雲林間政府很需要你們來幫忙推動雲林的農業 這沒問題 對 我們這兩天就是盡量能夠宣導 我們就來宣傳一下雲林好不好 謝謝理事長 謝謝 謝謝長長 謝謝 這樣我們先來 我們繼續來雲林打工辦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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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喔 辛苦了 辛苦你 辛苦 辛苦理事長 謝謝長長 謝謝 最感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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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小李司機走錯邊了 好 開車 OK 拜拜 走 我覺得這邊不錯耶 你看毛巾產業就轉型變在觀光 然後這邊這個農業也用彩繪的方式 就會讓我們更多人都來 對啊 其實他們現在都會做一個比較精緻的觀光鏈 就是你來 你可以學 你可以學 你可以體驗 然後你也可以在這邊吃 除了趕牛 沒事不要來 就是 超可怕 其實我很害怕好不好 我待在裡面我真的很害怕 我覺得電圈蠻帶重的 你有耶 他沒在怕 弄大 他沒在怕 我一直怕不死 所以說才會被牛腳踩到 被牛踢踩 他很相信 台灣真的每一個地方都很好玩 那邊都是鴨耶 哪裡有鴨 左邊 好多鴨 哇 多喔 你在天吳湖那邊是不是 鴨湖 超多的 而且你看樹下有陰影 剛好就繞一圈 我們去當養鴨人家 我們該不會等一下要趕鴨吧 去看看啊 有車應該有人 有人 有人 好多鴨 這是 這邊可以幫忙 好多 而且他直接就是 這是怎麼講 這是怎麼 這是要放牧嗎 能講放牧嗎 他們都在 左邊也好多 天吶 只有密集恐懼症的人 看到這麼多鴨應該會害怕吧 我們來拆鴨的數量 問老闆看誰 我拆應該有 1萬 1萬不止吧 我猜 我猜20萬 我猜20萬 20萬沒有那麼多 沒有 我覺得了不起3萬 好多鴨 超級多 下來看更多 誇張了 等一下 一群鴨衝過來 我完全沒辦法 有人 老闆你好 老闆 是老闆嗎 老闆在趕鴨 我鴨又過來了 我 結果 鴨才是老闆 叫老闆然後鴨全部就衝過來 而且他們還不進這個太陽區 繞一圈在影子 老闆我們可以進去嗎 可以 可以 這個 可以 是可以動的 老闆你好 你好 老闆怎麼稱呼 我姓林 林喔 老闆那個年輕又帥 肯娜 念軒 你好 你好 我們在錄那個 請問今晚住誰家 然後我們剛過來 看到你這邊好大一片 這個叫什麼 鴨的養殖場 對 鴨的牧場 鴨的牧場 我們先來解答一下我們的疑問 我們剛在車上讀說 你這邊有幾隻鴨 然後等一下 我是猜大概 3萬 然後你在哪 我猜4萬 我猜7到8 正確答案是 這裡大概只有2萬 哇 最接近了 所以有福利挑戰嗎 製作人不在 所以你這隻在2萬多隻喔 對 哇 他已經是一個社區了耶 是嗎 2萬多個住居民已經是個社區了 那 因為我們節目是 就是打工換餐換宿的型態 是 對 就想說你這邊有 需要人手嗎 我們可以幫點什麼忙嗎 可以 剛好我們今天員工不在 請假 請假 對 他們出去玩的 這麼好 對啊 怎麼可以這樣 你們可以放老闆在這邊上班出去玩 我們可以來幫你做些什麼事嗎 可以 我們需要為這些鴨子吃飼料 然後幫他們 帶他們去玩水 玩水 對 我們不用陪玩了 陪鴨子玩水 跟鴨子一起 潑水 細水這樣嗎 對 幫他們洗澡這樣嗎 讓他們下去水裡面去洗澡 他們的生長會更好 讓他們動一動 對 要不然鴨子就會躲在樹下 就不動了這樣子 所以為他們吃 然後陪他們運動 陪他們玩水 趕下去 那還有呢 然後這裡結束的話 我們還要去照顧小鴨那邊 小鴨 對 我們願意幫你忙 你可以讓我們幫忙 可以啊 可以喔 你的鴨應該看起來滿溫和的 不會咬人吧 不會 不會喔 對 因為我們被鵝追過 有陰影 鴨子比較溫和 溫和 然後大鴨的話是還OK 小鴨的話它就會比較 跟你們會比較多互動 真的喔 對 它會跟你玩是嗎 對 所以這邊都是大的鴨 對 這邊是大的鴨 好啊 這邊成熟的 好 那我們開始吧 我們剛剛下車就覺得 你這裡滿不錯的 是因為 你沒有養殖場的味道 對 因為 你怎麼辦到的 我們的話是 低密度 低密度 對 低密度讓它用寬鬆一點 這樣的話它正常的話 就比較不會有味道 然後 鴨子它本身 它吃的東西也是比較健康 還是說你有蓋一間廁所給他們 他們都自己跑進去上廁所 那不是他們的廁所 是他們的餐廳 那是讓吃飯 那我們要換鞋嗎 還是我們現在這樣就可以 要換鞋了 要換鞋了 好 那我們先著裝 他們在排隊喝水 對啊 好可愛喔 鞋子會有老大嗎 鞋子沒有 沒有喔 對 我們拿著桿子就是老大 好 所以在我們趕鞋之前 我們要先進行一個小比賽 是嗎 就要先爆鞋 這遊戲是誰提出來的 那其實是會讓人家爆的嗎 就是你要追他 要追他才爆 他會捉你嗎 他不會 然後試試看 那今天目的就是爆到鴨子 三個 今天任務 好 蔡姐先爆透 蔡姐先爆透